第幾歲每年在月分來開金 在稅交標是說 適留交流的統治師 要入記在在月30號完成到交流 還是超過的時間不叫 就有這個代入金的問題 假稅的話 他的獎納期間 今年到11月30日 所以要特別提醒市民朋友的話 就是一定要記得在11月30號的話 要記得趕快去如期獎納 如果因為的話 如果沒有如期獎納的話 他每逾三日的話 會加徵1%的支納金 也就是說在從12月4號以後的話 就會有一%的支納金的喔 台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協助 7點民族無情地價稅 接著方式上等的得完 包括四大橋上 金融機構跟網路 跟電源誘引人的策劑 其實要競到方便可以 再一個意外交費方式 來用行動支付做到交稅 透過了行動支付APP 或是電子支付APP 就是這些服務業者 他們的APP 來做一個網站 的一個繳稅 或者是說 你就直接掃描 你的稅單上的QR Code 就是直接 就是連結到一個 網路的那個繳稅服務網站的話 直接來繳稅 如果說繳稅通締 拔來打不去 民眾的檔 就警告財稅 叫來收稅的稅務 幾台做到申請補款 到現在你找不到你的稅單 怎麼辦呢 那你就是可以到我們的 五分局的現場 來做一個補發 或者是說到我們的多點 跨去稅務服務 規台來做一個補發 然後當然我們今年的話 在地震的一個地震 騰本販賣金 也是可以用自然能平證 或是用你的移住車 健保卡的話 來做一個申請補發